獾品 足夾 名詞 無限 攝影 生理 七十 五頁 主動運輸 有幾個 之後會提到 會擁到 納甲邦普很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上次有提到,納甲邦普會對正電 以操作納離子跟甲離子 然後來形成這個細胞內外正電分布的不平均 那這是一個策略的應用 它會影響到細胞的一些生物作用 那什麼影響? 我們之後再來看神經系統那個地方會去提到一個細節 然後接下來看那個七十五頁 另外一個會跟正電的操作運用有關係的 就是知識邦普 知識邦普基本上也是一個主動運輸的蛋白 所以它的運作或是需要消耗雷菌 那因為名字上已經告訴你它的對象是誰了 所以它會把那個新離子給撞出去 所以如果你去看那個正電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它現在刻意把堆積在那個細胞外 所以這個貢獻會有一點類似納甲邦 就是把正電堆在細胞外 那因為這個是一來一往之間 裡面的正電被丟出去 所以外面正電變多,裡面正電是變少的 但是做這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還是得回過頭來看那個細胞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比如說我們以前在講那個腎小管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腎小管在整個尿液的形成過程不是有三道手續嗎 構築掉包式男 腎十九對包式男那個地方的過濾 後面在腎小管上面不是發生兩個作用嗎 第一個是把那個裡面綠液 一個是把綠液裡面的東西再拿回來 那另外一個是 趕快把當初過濾作用沒有清除乾淨 因為過濾基本上它是用壓力 那壓力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如果壓力打平衡的時候 有一些你根本就不想要的東西 可是它是過濾不乾淨的 所以會趁著腎小管的機會呢 趕快把分泌進來 所以拿出去叫做再吸收 好 然後丟進來叫做分泌 好不然我會印象 分泌的東西裡面通常 比如說甲離子過氧分泌 血液太酸分泌 對不對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像氨 氨離子太多 也會用分泌這個方式 因為當初你 散散往中是要溶解 可溶清 然後所以你當初過濾的時候 不見的是第一次 第一時間就可以清乾淨了 所以在後面這個階段呢 只好用什麼方式處理 刻意 不用主動 因為分泌是需要消耗能量 再吸收也就需要消耗能量 因為當初過濾沒清乾淨 所以我只好在腎小管上面呢 以消耗ATP的方法 特意把它從這個回血管 腎小管周圍的回血管 然後再把它丟進來 這樣看 所以如果你現在討論的場合是 那個腎小管上面發生的 那個尿液的形成機制的話 那這個過程很簡單的 它是要做排列的 你看齁 好這是用途 應該說目的 目的之一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可能的用途是什麼呢 就是腎管跟半細胞之間的關係 在這皮膚的養分運輸裡面 腎管運輸的眾多養分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對象 就是蔗糖分子 那蔗糖分子呢 它需要透過半細胞的協助 然後呢 才能夠丟到那個腮管裡面 還記得這個環節嗎 所以等到那個蔗糖開始堆進來 然後再放水分跟著一起進來 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源頭這個地方 形成一股液體的壓力 對不對 再利用那個壓力差 推動它的流動 好 所以現在問題在於 看蔗糖是雙糖 那它有難度 那它有難度 然後這地方呢 半細胞用的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它用它的細胞膜上一個特殊蛋白 75頁下面那邊 然後呢 方法是這樣子 每一次呢 要拿蔗糖的時候 它是利用這個特殊的運輸蛋白 它可以讓氫離子從細胞外流動回來 所以每次在這個質子 透過這個運輸蛋白 完成運輸的過程當中 每個氫離子經過的時候 順便帶著一個蔗糖分子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蔗糖就進來了 那下一步比較容易 因為 半細胞跟蔡管之間有原生子絲 所以你只要進到半細胞裡面 後面的問題 相對是比較小事情 所以真正第一個環節是 半細胞的旁邊可能是 一堆的葉肉細胞 那葉肉細胞完成光合作用 初步產生像葡萄糖 所以它把葡萄糖跟葡萄糖 拼拼拼就變成是雙糖 對不對 然後這些雙糖 因為雙糖分子量有點大 好 那 綿綿長長 原素蛋白還能夠應付這樣的分子 只是說 它這個做法上比較特殊 它是利用質子的便力擴散 帶動 蔗糖分子一起回來 那你去想像一下那個狀況是 好 我每次要帶一個蔗糖進來 我就要用掉一個蔗糖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光合作用正在很忙碌的階段 那我不是可以產生很多蔗糖 對不對 那細胞外有可能提供原原不絕的赤脂嗎 應該很難 所以想辦法累積這個條件 所以你用誰來累積這個條件 就是利用質子幫浦 另外一套想到的 利用質子幫浦 把 真子丟出去 這個時候要消耗雙體力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那個圖就是這樣子 利用質子幫浦來去累積正面的條件 那所以當細胞外的這些 質子的濃度不斷的提高的時候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能量的狀態 你去想像 我在外面蓄積正電 對不對 所以外面正電比較高 比裡面還要高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那個電位會有高低的落差 這個狀況會有點像是我們對電池儲存電能一樣 我把正電丟出去嘛 所以細胞膜那個外面之間 就會有那個正電的分部落差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能量的展現 所以到時候呢 利用那個蔗糖跟氫離子的共同運輸蛋白 讓它氫離子流回來的時候 順便帶著蔗糖一起回來 可以想像嗎 所以當你去看這個的時候 氫離子的質子就變成是一個操作的手段 就是累積那個正電 是為了到時候 利用它帶著蔗糖進到氫細胞 然後緊接著再進到細胞裡面 所以這兩件事情 你要合著一起看 因為如果你只看 如果你只看那個什麼 那個質子幫補這個部分意義不高 如果你只看那個 蔗糖的這個共同運輸蛋白的話 蔗糖運輸蛋白的話 就會覺得它哪裡有那麼多的質子 這是下面的那張圖 好 那後面是補充的部分 有一個名詞 知道一下就好了 就是如果主動運輸的蛋白 它的消耗的能量來而是ATP的話 通常我們就把這種類型的運輸蛋白 叫ATP驅動平方股 就這樣而已 那下面有一些更複雜的情況 將來我們在植物的根吸收的時候 再回來談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不見得用得到 現在課本真是砍不少 以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談的全部都是小分子 清水性或輸水性 這些有幾乎的小分子 再加上各種變解值 包含水分 所以三個基本的方式 簡單擴散便利擴散 主動運輸 全部都是小分子 來這邊幫我整理一下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 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我可以解決的是 我想是我們先用來解決的 最終的方式 就是我們有的一種類型的 是我們可以解決的 誰想要解決的 哪種類型的蛋白 是我們在來解決的 我們要解決的 可以解決的 我們可以解決 中文字幕——YK 我们把整个问题的层次拉到一个从细胞的观点来讲 如果今天对这个细胞来说的话 它的周围如果真的有这些小分子有机物 包括葡萄糖、氨基酸、氨氮碱基 又可以清水性的 没有甘油、有脂肪酸 又可以输水性的 然后还有气体 水分等等 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利用的时候 选择的方式是直言 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看你的物质的特性 要么用简单扩散 假设它是输水性的 然后再不然之 透过工具的协助 就是便利扩散 特定的条件之下 那你可能需要动到主动运输 这几个手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我在不去动到膜的形状的状况之下 让它们可以穿过膜进到细胞 当然也有可能是出来 如果它是代谢非或过多的东西 所以这进出当中呢 基本上就是 我可能从零子分子时间穿越 我可能透过细胞膜上面的运输蛋白的协助来进出 有点影响一个问题好了 就算是简单扩散的 你现在进出当中 你会不会有一个瓶颈的问题 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瓶颈 便利扩散很容易去谈瓶颈 你这个细胞膜上放了多少工具 你总是可能会遇到工作量达极限 这个问题 所以更白话的讲法 用这样的方式里面 你大概是一个一个的 那如果你今天只画这个细胞 你会觉得这理所干的 没错不好啊 这些方式看起来 好像都能够应付这一堆东西 比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这个细胞有没有邻居 不管它是单细胞生物还是多细胞生物 它的旁边有没有邻居 所以今天你要拿这些东西 那请问旁边的细胞要不要拿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细胞的观点去看研化这些事情 大家都要抢生存的资源 对不对 你一个一个拿 跟我如果整批打包送进来 这不是更有效率吗 因为既然用抢的嘛 对不对 你一个一个慢慢拿 跟整批打包一口气把它拿进来 对不对 某种角度来说 这样的做法 感觉可能比较有效率 对吧 好 所以有没有可能细胞也演化出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不要这么麻烦 比如说简单扩散 对不对 完全是放在那个高浓度到低浓度的条件 你还不见得能够遇到这个条件 对不对 用工具 工具有限制 工具 它在工作 所有工具都在工作的时候 那它的工作量是保的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 如果我能够把这些东西 反正它是养分嘛 对不对 不管它是纯物质还是混合物 只要确定是养分 我直接一口气打包拿进来 这好像也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嘛 那有时候演化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你去预测说 这件事情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细胞或者是生物参长 就会演化出这样的工具在 OK 那直接告诉你 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是存在的 我见得每个细胞都能做 但对特定的细胞来说的话 它真的是可以把养分打包处理 那方法学下在讲细节 那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说 难道细胞每次遇到的养分 运气都这么好 都是都已经处理过了 难道细胞不会去遇到一个 很单纯它就是蛋白质 多糖 对不对 核酸 这些未经处理过的 有机物 天然聚合物 有可能嘛 对不对 更不幸的情况是说 现在呢 有一个很大的养症出现了 它可能是生物死掉之后 细胞瓦解之后 留下来的碎片 或者是残米的成分 那那个碎片它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里面呢 还有很多种有机物的存在 这当然更是未经处理过 那这种情况呢 你有两个除了对细胞的观点来讲 有两个处理的方式 一个处理的方式 就是透过那个高低市体 然后分泌 消化酵素 然后把酵素分泌到细胞外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些东西处理成什么 除了一层小分子 能力嘛 因为如果你不去看这一堆东西 其实有其他的解决的管道 以我们现在才刚刚学过的 合理来说的话 我遇到两分 我先把它分解 分解之后再吸收 对不对 好 所以这种在细胞外进行的分解作用 就是包外消化 所以我们可以循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那个高低市体 产生一些水解酵素 那些水解酵素呢 丢到细胞外 在细胞外这个场所里面 先把这些东西处理好 处理什么 处理成它是 比如说胺基酸固导痰 这种小单元的形式 那接下来呢 可能透过病例过散子动运输 然后把它丢进来 这样合理吗 合理是因为 我难道一定得这样做吗 等你分解完 又回到那个问题了 等你分解完 它真的是小分子的时候 一样 你会去吸收你的邻居 会不会来利用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又是一个 另外一番的养克运输问题 那倒不如 考虑做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 一样嘛 打包 直接送进来 可不可以 我与其分解完 然后可能会去跟邻居共享 对不对 倒不如第一时间 我想办法 想办法 去把这些养分 虽然是还未经处理 然后一口气打包 送到细胞里面 然后我再去慢慢分解 那那我分解的再慢 分解完的通通都是我的 对不对 那这样看起来也是一个 合理的可行的这个做法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细胞演化出这样的能力 也有 你看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能力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用过了 在哪里 在那个防御系统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 只是那时候 我们讲这个作用 目的是那吗 当初我们在介绍吨式作用的时候 它是我们身体防御三道防线的 第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第二道防线 我们第一次讲而已 大家不用负担太承重 第二道防线 好 那所以那个是我们身体防御机能的第二道防线 吞式作用 那那个目的是病原体或病原体的密物 对不对 透过像巨石细胞这样的角色把它吞掉 吞掉之后把它瓦解掉 那它的致病的机能可能就因此被破坏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当初讲的时候 它的目标其实是在破坏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用类似的细胞的运作方式 那把这些东西打包 松进来基本上是为了养分的摄取 所以吞式作用有时候你要看 作法上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意义上有差别 如果今天对细胞来讲 它吞进来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以养分为诉求的话 OK 那真的就是一个摄取养分的过程 明白吗 好 那问题在于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一堆是未经处理过的 这一堆是已经处理过的 那我们发现细胞在面临 已处理好的跟未处理好的 这个打包成包裹的时候 这个做法会有点不一样 细节是人家要谈的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就是以处理过的这些有养分的这个形式 分子量比较小的 它也可以利用这三种 简单、扩散、变力、扩散、主动运输的 那只是差别在于你是直接一口气打包送进来的 就把它叫做包饮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一个比较粗糙的方式 比较包饮跟吞式的话 就是以处理好的或分子比较小的 如果细胞要打包处理 透过的方法是包饮 如果是未经处理的 颗粒比较大的 然后或者是碎屑 一般来说比较可吻的方式是吞式 还有其他的细节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差异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 就是对象是不同 可是目的都相同 就是我要拿到两分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当中到底细胞 这个做法上跟变力扩散主动运输等等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以吞式 因为吞式我们以前已经画过一个图了 吞式作用的时候 细胞膜会开始向外变形 伸出位置 所以如果现在在细胞的表面 出现了一些颗粒性的物质 比较大 那小一镜底下 你可以去观察 如果现在细胞表面有很多凸起物 这个凸起物就是位置 位置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这个细胞正在移动 所以它会利用细胞骨架的重组 引导细胞子的流动方向 那如果你现在发现 这个细胞股的表面有多个位族 仔细看一下 这很多个位族之间 有一些看起来像颗粒的东西存在 那它很有等式在进行吞式 所以位族这个词就有点麻烦 它可能是代表运动 也有可能是代表吞式作用 那所以一般吞式的时候 可能会有多个位族 那这位族伸出去的时候呢 你去想象一下 那我们这样画的当然是比较直接 就是到时候 这个附近的细胞膜 会跟另外一边这边的细胞膜 可能会接触 那接触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那个纸双层会重组 所以重组完之后就是一颗 这种东西 如果你很确定它是15 那你就把它叫10号 如果你不是很肯定 它里面真的是15 那你用另外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因为刚刚讲 像白血球上做这件事情 它的目的的诉求是为了防御 对不对 所以做法上就是 那个过程上面 没什么太大不同 可是那个目的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 那这个后来谁负责处理 到时候透过溶体过来结合 对不对 溶体里面提供多种有机物的水减酶 对不对 然后再把里面的成分给分解掉 那这时候就自我自愿回收 所以你看77月第一组图形 就在砍这个 不过右边那个地方有一个杆菌 你看那个左上右下有一个 大概这个造型 然后它旁边 它旁边其实正在被那个 胃竹整个包起来 细菌有点大支 所以你要整个把里头去打包 还是有一点难度 所以还要滑一张工夫就是了 OK 这就是吞噬 所以你会把它当成是 就是细胞摄取养分的过程 假设它现在面临的 而应付的对象 真的是食物颗粒的话 所以先打包 到时候溶体帮忙分解 分解完之后呢 这些养分就是它自己的 这样的话 分抢的可能性 或者是被人家抢走的可能性 就比较低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你在对比这个 溶体里面的很多种水解酵素 然后细胞也可以把水解酵素分泌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这种方式呢 高低势体 然后将水解酶分泌出去 然后在细胞外 把这些东西分解 分解之后呢 再循这些小分子吸收的方式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因为 分解作用在哪里进行 在细胞外 随时包外消化 这种呢 基本上是 我先打包进去细胞里面 然后接下来 还是利用水解酶 还是利用水解酶 只是这个水解酶 是溶体里面的水解酶 然后在细胞里面 这些人完成消化作用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这其实是包内消化 所以我们消化系统 进行的消化是哪种 包内保外 保外 我们的好处是因为 我们身体够复杂 所以你有一个消化系统 有一个消化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食物先吃到我们身体内 问题是 虽然是在身体内 可是消化管内 是不是细胞外的环境 对不对 我们是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慢慢处理 这些食物这样而已 这是我们的优势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处理方式 你看 你的破线 你的胃线 然后那个移翼 对不对 就是分辟到细胞外 然后利用消化道 作为分解的场所空间 对不对 然后等分解完 然后小肠子 我们终好在吸收 有没有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是先用增碱在吸收 那运气不错的是 我们可以慢慢处理 对吧 因为 毕竟食物都在我们身体内的 所以你比较没有那个 抢的问题 只有合作的问题而已 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水域环境的这个单独生活的 单细胞生物 或简单多细胞生物的话 那强氧分这些事情 很有可能变成是一种生存上的压力 好 那这是吨氏 那褒饮呢 褒饮的话 你把那个细胞膜的变形 这种变形呢 是原来的细胞膜大概可能 没有动作之前 细胞膜的平面大概在这个附近 所以细胞膜可能往外凸出去 那褒饮的话呢 就把它颠倒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细胞 原本没有动作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要进行褒饮的时候 那就开始把细胞膜向内凹陷 原来的假想平面在这个地方 那你去想象一下 本来呢 在细胞膜的附近呢 出现了大量的氧症 纯物质或混合物都不管 但重要的是 它主要都是小分子 那可能是纯物质 也有可能是混合物 那现在呢 那当细胞膜附近这个地方 比如说维斯开始重组 然后让细胞膜向内陷进来 陷进来 所以等到这个细胞表面 产生一个凹陷的时候 那你去想象 这边的液体的部分 是不是可能会开始向内流动 那这个流动的过程 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些融石 开始进到凹陷处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 在这个附近跟这个附近 只要它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诶 止双层 动到止双层 这地方可能就会进行 那个止双层的重组 所以都打包成一颗泡泡 这个就是包围 所以差别在哪里 如果你以这个共通点来讲 好 两个 两个做法都牵涉到细胞膜要变形 请问 代表消耗能量 这猜到了 你不会平白无故 细胞膜就变形 所以不管是上面这个方式 或是包围 都要消耗能量 你看 好 那这是共通点 不同的点在于是什么 柔细要消耗能量 另外一个共通点 它们的细胞膜都有变形 对不对 跟这边是不一样 那个是我们简单扩散变粒 扩散主动运输 从后到尾细胞膜 就是维持在平面的地方 所以 吨层跟包围 细胞膜都有变形 但是接下来不同的地方是 变形的改变方向 吨层 那个细胞膜是往外推 好 那包围呢 细胞膜是向内套件 OK啊 那留意第三个细节是什么 它们应付的物质很不同 目前的经验法则里面 大概可以归纳出来的是 通常大颗粒找它 大颗粒找分式 你看 已处理过的找包围 这是目前的经验法则 归纳出来的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那就看通常有人做更详细的领救 目前教科书的说法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先记起来 当参考 所以物质要进细胞的几种手段 这样就扩大了 我可以在不动到细胞膜造型的前提之下 依物质的性质 只看简单扩散便利扩散或主动因素 对不对 或 把动造细胞膜造型的问题 一并考虑进来 我可以吞噬 可以去保语 对不对 所以手段不会是有一种 有时候你去看 生物求生存这件事情 就是说 反正就是努力活下去 那至于在演化上 我要有什么样的方法 策略来搭配 这个其实就可以说明 但不会每一个细胞 这些手段都同时具备 那如果一个细胞 这些能力都远的话 恐怕他应该还蛮 他没有远克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的话 消化到 你也不会去看到 这个小强的龙毛上皮细胞来个吞噬 你看喔 便利解 对我们来讲 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必要 所以对白雪球来说 要不要 要 要吞噬 那请问白雪球 可不可以直接从血液当中 然后去利用它细胞膜上面的运输蛋白 摄取葡萄糖胺基酸 好 不然 每次都摄取两份 感觉也是有点辛苦 好 那这两个是基本的 所以呢 当你牵涉到细胞膜的变形 把东西拿进来 我们就把这些 这些用这个名字来替代 叫做包吐 好 那所以呢 第一个是你可以去做吞噬 然后第二个可以去做包饮 好 好 接下来有一个特殊类型 第三个 特殊类型是因为 对于细胞来说 有时候呢 它要某些特定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呢 很不幸的 它的分子量有点大 比如说有一个蛋白质 那蛋白质 如果你想要以氧分的形式吸收 一个可能是 好像以小分子的方式去处理 那对细胞来说的话 这个化合物可能很有意义 所以呢 它必须从头到尾 保有这个化合物 圆圆板板的样子 所以你不能去把它分解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细胞有一种 跟包饮很像的做法 那差别就是在于 首先它必须要确定 那个特定的成分出现 所以这时候呢 要动到侦测工具 受体 然后再来就是要等着 那个物质出现 所以等到细胞要接受的 这个物质出现 这个物质跟它的对应的受体结合的时候 才会去启动 才会去启动包饮作用 好 所以这时候 拿到这个成分的过程 才开始进行 那反过来说 当这个成分不出现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不做 那你拿到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掺杂一些杂质 无所谓 因为它最重要的是要那个 知道吗 好 那主要原因是它希望 把这个东西的化学结构 完整的保留下来 然后接下来等到它细胞 到细胞里面之后呢 它还有后续要做的事情 就是引发后续的反应 所以 这地方如果要讲例子的话 有一个你们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像个基数 有一些基数基本上 它的分子量比较大 比如说它是个蛋白子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 我先把这个基数到细胞表面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基数这个蛋白子 先准解掉 然后以氨基酸的形式来吸收 那时候它就不知道这个基数了 它的传达讯号的功能就消失了 所以 我们必须保留这个讯号完整的样子 然后等到它进到细胞里面之后呢 再让它在细胞里面引发后续的效应 所以这时候这个讯号分子是不能破坏的 所以 这是一个褒乙的特殊类型 通常它的目的 并不是在摄取养分 有的时候这个成分很有可能不是养分 它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作用 它在过程上很像褒乙的过程 所以只好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说词 叫受体媒介 所以第三组图就是在讲这些事情 所以都是物质进到细胞 如果以养分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呢 吞噬跟褒乙是两个比较基本的 就是一个是针对大的 一个是针对小的 就这样子 这个是针对特殊性的 它希望保有这个物质的本质 不使用去破坏它 所以把它打包进来 但是要等到它出现之后 这个包影才会发生 到这里 再画一更后 再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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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再画一画一画一张 放入冰箱 現在最後一個環節沒有電了 最後一個環節是 這邊的過程裡面幾乎都是在彈緊 但這個地方可能還有粗的狀況 你看頓氏包有瘦底煤箭的包裝全部都是進 那有沒有要出去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是二氧化碳要出去破散 對不對 你有一些代謝非物 比如說像尿素 代謝都要出去 可能是便利破散或主動運輸的解決 那萬一你現在是蛋白質要出去的 又比到相同的問題 這個蛋白質本來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你必須保有那完整的樣子 你讓它粗細胞 然後去利用 比如說水田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怎麼樣能夠保有這個 有細菇的完整的化學結構 不被破壞的情況之下呢 完整的送出去 那些有關 對不對 跟高精氏體有關 當高精氏體完成像蛋白質的修飾過程的時候 它在 還記得這面嗎 這面是反面 對不對 通常那個蛋白質寄過高精氏體修飾之後 反面或者是兩側 是它的釋出面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叫順面 對不對 順面基本上呢 代表的是接收面 因為它可能會去接收來自於內植網給它的東西 好 所以當你看到高精氏體的周圍有很多運輸難號的時候 這堆運輸難號呢 接下來 如果是容體 那就沒有動 如果是容體 直接把這個工序留在細胞子當中使用 那如果這個 裡面的包裹是要把東西往外送的話呢 那 再順便複習一下 所以這時候呢 先幫它做一條腿道 這個腿道是誰 腿管 你可以看到 因為很細 所以準備聽過特殊染色 那 我幫它做一條軌道 讓這個運輸難號可以一路往細胞膜的方向移動 所以等到它移到細胞膜這個附近的時候 運輸難號有自己的直雙層 細胞膜有它自己的直雙層 兩個直雙層緊貼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生一點小小的意外 OK 這邊有兩個直雙層 零子分子通常是水平飄移比較自由 那你要如果來一個 想這幾個 如果你要來一個上下半轉 這個不是不會發生 但機率等比 OK 可是 當零子分子產生比較大的這個移動的時候 你有那個機會 就是這樣 頭子產缺關 只要兩層 然後它的病之後就變一層 這叫磨融合的現象 你看喔 那剛剛那邊這個也是一樣 這地方 它自己是直雙層 這邊是直雙層 各位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到時候貼在一起之後呢 直接運輸 它其實也是一樣 它利用名字的排列 怎麼重新組成這個地產 相信你們可以感受到的哈 好 所以運輸男號貼著細胞膜的時候 如果能夠在這個接觸的點這個地方發生磨融合 所以運輸男號是不是等同於形成一個開口 對不對 那原本裡面的東西 這時候 因為這個開口的出現 是不是可以釋放到細胞板 對不對 那這個運輸男號 你去想像一下 那個水裡面如果有一些氣泡有沒有 那這個氣泡浮到水邊的時候 它破掉的瞬間 其實是某種角度 假設是氣泡 它浮到水面上破掉的瞬間 是好像整個被拉開 有沒有 因為表面張力的關係 所以這個氣泡到達這個地方之後呢 它很快的肯被攤平 你知道嗎 所以加速 整個物質呢 很快的就被丟出去了 好 我們以前把這個 高基氏體代表的是細胞的分泌中枢嘛 所以我們以前不是叫這個紫膠 然後這個過程叫做 生命作用 對不對 這是以細胞有一些東西 它要用在細胞外 所以叫分泌對不對 那如果你從細胞的這個動作的過程當中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包吐 所以是送出去的方法 打包處理 所以你叫分泌作用也可以 叫包吐也可以 好 就差這個了 所以如果你東西要送出去 除了那個 簡單過散 臂力過散 主動運出 譬如說納甲幫埔對不對 我變很主動的把納丟出去嘛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應付小的東西的處理方式 大的東西 找這種方式去處理 打包 然後以包裹的形式 直接以口氣把它丟到細胞外面 可以完整的保留這些物質的本質 那分泌的東西不一定是蛋白質 只剩你一定要切記 比如說 以前這個 在這段裡面 不是有特別去提到 像那個什麼 植物細胞皮的纖維素 對不對 它是多糖啊 所以它分泌的東西也有可能是多糖 所以這些分泌物 基本上對這個細胞來講 應該會有一定的意義 OK 就到這邊 搞定 下一個單元是組織 下半個解決 好吧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進去了 身分配細胞 似乎壹 踵人 在那一邊攻破 這麼看 順滑 直接向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